刚刚金明哥一句话讲得很好 就是水至轻则无鱼 这个就点出来说 大家你这个每个政党 你的标准要拉到什么程度 那黄国昌过去的标准怎样 黄国昌过去标准绝对是主张 要听到最亲 我一整个游泳池里面 一整个大海里面 只能有H2O 什么都不能有 他不是说这样我要连坐 政党要连坐 对因为我们知道黄国昌 这个人过去一向是主 他就我们在法律上讲 要重刑派了 就任何事情要主张要重判 重刑重打 就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像过去他在立法院 也主张酒驾要重刑 重刑就是说 你如果一个人酒驾 旁边坐旁边要连坐 你不是你喝酒 但你坐在旁边一起处罚 这是他过去的主张 对那我们知道酒驾 确实是社会上生物痛绝的问题 但黄国昌不只主张酒驾连坐 他过去的主张政党有贪污犯 政党也要连坐 这个政党 这也符合柯文哲的标准 对来自于长官的纵容不是吗 对嘛过去话都这样讲 黄国昌过去就说 如果一个政党里面有成员 贪污一审判决有罪确定 那这个政党应该被罚钱 这个里面成员贪污贪多少 罚钱就罚多少 这个叫连坐处罚 对那所以这是过去 黄国昌提的标准 但是我们最近发现说 黄国昌过去不是主张 这个政党贪污要连坐吗 怎么现在这么安静 对没声 一句话都没讲 高黄我们刚刚已经讲 一句话就没讲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 他对严宽衡的事情 也一句话都没有讲 对不对 也没有出来谴责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大家记得 刚刚前面讲 郑文燦被收押的时候 黄国昌连发十篇文 不要不要不要 哇好开心 每天都有素材 搞一骂搞一骂 那奇怪 现在这个高红安自家党员 过去他认为一个政党 连坐以示态度 现在没有态度 隔壁党的国民党的严宽衡 现在一审贪污有罪判决 他也没有态度 所以我们讲说 黄国昌不是道德的长城 正义的北极新法律与道德 不败天平吗 怎么这个天平 碰到蓝白的时候 就听了 就没有动作了 只有碰了 只有在面对他的 他很讨厌的民进党的时候 这个天平突然开始动作起来 我觉得黄国昌很奇怪 但是今天我们就发现 为什么 因为刚刚来宾大都分析 原来黄国昌现在心里 是不是起心动念 想要选新竹 难怪嘛 难怪在新竹市 因为新竹市还是有很多安粉 包含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草在新竹市说 我们要租看板 要声援高鸿安 要在新竹市挂看板 说高鸿安做得很棒 虽然他贪污 但是他是好市长 OK我们尊重小草意见 但重点是新竹市还有很多小草 所以黄国昌想选新竹 就对高鸿安 只有声援没有谴责 那新竹县 新竹隔壁新竹县 我们也看到 黄国昌居然主动帮这个 被起诉的杨文科讲话 这什么时候 这不是这个道德的北极星吗 什么时候黄国昌变得这么重容了 变得帮贪污犯讲话 贪污治罪条例 第六条土利罪 黄国昌还特别跳出来说 没有 虽然土利就是在贪污治罪条例章节里面 可是土利跟贪污不一样概念 我觉得黄国昌怎么回事 怎么一下是 对高鸿安力挺 而且现在对杨文科主动 帮他说相 帮他开脱 卡提诺的 对 卡提诺法学院 你就是不同系啊 我们就是卡提诺法学派的见解 比较特殊 我这算是少数学派 但是 我现在搞清楚了 真正背后的重点 原来是黄国昌 现在起心动念 这间媒体在报说 有没有可能国民党来 礼让黄国昌去选新竹市呢 那我们知道 其实高鸿安在2002年选上 除了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功力 一部分是民众拿制者之外 当然也跟当时国民党的很多人 其实没有支持林个人 跑来支持他有关 所以最后就看到黄国昌真的是 现在只能说他心中为了权力 为了要位置 所有的道德标准 看起来都不存在 都是假的 只有他最后想要选上一个市长的宝座 真的 所以难怪他现在对于 不论是白 不论是蓝的贪污必案 是一个字都不评论 我会想要选上一个市长的宝座 我会想要选上一个市长的宝座 我会想要选上一个市长的宝座